张州聘载黄是国家一级中药保护品种 选用多种名贵中药制作 更有清热解毒 凉血化淤 消肿止痛的功效 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均有销售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在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弗里兰 小型企业出口促进及国际贸易部长吴凤仪 以及公共安全部长门迪西诺的陪同下 出席由威尔逊中心和加拿大驻美大使馆 联合举办的研讨会 并回应现场观众 有关加美关系、矿物资源供应 对抗气候变化等一系列问题 研讨会结束后 特鲁多与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会晤 并发表讲话 特鲁多强调 疫情下美国需要依赖最亲密的盟友 保持供应链畅通 这符合两国间最大利益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任期内签署 自去年7月1日正式生效 取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美墨加协定 众多条款体现美国优先原则 加拿大业界呼吁 总理特鲁多在此次峰会 能够为加拿大电动车组装行业 争取对等的税务减免 解决供应链瓶颈问题 以及取得拜登政府承诺 不会强制关闭连接加拿大安大略省 和美国密西根州之间的 5号输油管项目 特鲁多此次访问行程为期两天 18号上午 特鲁多将会在美国副总统 哈里斯的陪同下参观当地一所中学 之后会分别会晤 墨西哥总统洛佩斯 美国总统拜登 并会出席北美三国领导人峰会 这也是自2016年6月以来 三国领导人首次面对面会晤 凤凰卫视组克勤武警苏一恒 来自温哥华的报道